那个上礼拜的部分呢 这边都有 我有把它放在教育论坛了 如果你要加入的话 请各位自行从这边 这边有个超连结 那如果你不需要的话 如果你上完之后都记得了 你就OK了 我想这个 但是如果你不太 有些细节 假如忘了没关系 这边有一些 第一个我们上课 上哪些重点的section 都会在这边显示出来 包含就上礼拜呢 怎么样安装python 从那个官网下载 有没有 第二的话呢 再利用Eclipse 那这个Eclipse 主要是因为我们需要 有个比较好的开发环境 当然呢坊间书里面 也有介绍很多个 不过我发现 有一些很方便 但是整合性不高 或者是说 那开发debug不好debug 那我觉得 Eclipse这个环境 它比较是 我觉得各方面讲起来 应该是比较是 找不到大缺点 因为没什么缺点 但最重要它不用钱 应该也没什么好挑的 每个人也要付任何费用的话 而且它要开发其他环境 像Java 如果你有在写其他东西的话 Java也可以 PHP也可以 像JSP也可以 C++ C多么也没有问题 目前它是没有完全 Python的一个环境 我想未来应该会有 所以我们做了一件事 就是安装Eclipse的外挂 外挂的路径 其实你们找一下也有 大家会把它贴到云端上面 你就把Eclipse的环境下载之后 安装外挂 它就会有Eclipse的开发环境 再来的话我们就利用Eclipse 开始建立一个专案 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已经做到哪里了 做到开启Eclipse 另外记得你可能要设定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你在Workspace里面 记得Geno这边Workspace 记得要把开发的环境 Workspace记得一定要改成UTF8 因为预设它是在微软的Windows里面 所以它预设是MS950 所以如果你没有改这个的话 那你要另外一个 要一个景 Coding 冒号UTF8也可以 不过你每一次要写程式 就要写那一段叙述 那一些注解 其实也不方便 干脆一劳永逸 最简单的方法就直接改这里就好了 所以以后的话应该看不到乱码 如果你有看到乱码 请你一定要改这个地方 那以后呢 如果你们要开发其他东西 因为Python太多延伸性的东西 像你要开发Wave 有Jungle Workspace 很多的相关的套件 其实都可以用这一套来开发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起点 你可以延伸的东西还蛮多的 OK 很多细节都差不多 用这一套其实都够用了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已经把环境设置好之后的话 接下来就要开始 开始做一些事情 那做哪些事情 也许我们上礼拜有跟各位讲要开发一个什么 开发专案 你有一个怎么发生 所以如果你第一次有上礼拜反正没有还原 应该会有个那个Python的PyDiv的project 那也就透过那个外挂会产生 所以呢假设你将来呢没有出现在这里 那Other找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这个Python的这个 这个特别说因为我们有装了一个外挂叫PyDiv 才会有这些东西 所以如果你Python打开之后发现没有 那你要记得你可能就是要把外挂再挂上去 OK 再来的话可能还要再设置几个 上礼拜还有个地方一定要再检查一下 除了Workspace之外另外一个地方还记得吧 要把那个你的PyDiv跟什么呢 跟你的你安装的Python的那个目录要做连接 所以呢你要可能要检查一下什么呢 在PyDiv里面 有没有一个叫这个 Interpreters 这里面的话你再去找到Python的Interpreters 这个地方的话也特别注意 就是一定要看到你要去找到 你的Python的EXC执行长的位置 那我是把它放在C点底下 不过理论上如果我低叠我可能会放低叠了 那也就是说你要跟它做连接 如果没有连的话你将来在做那个Debug的时候 或者你要在Compile的时候 它会跳出错误讯息 跟你讲说它找不到这个Compile的那个EXC的位置 那怎么办呢你就是再把New一下 然后记得就Browse一下上礼拜都有 如果细节假如说你忘了的话 你就再把它Browse 记得你将来你的这个 一定要看到底下它已经帮你设置好 这样子就是一个OK的环境了 以后的话反正你做一次啦 如果这环境没有还原的话 应该就不需要再重做 那我们今天的话就要开始来做一点事情了 所以今天的话呢也许上个礼拜我们有那个 Hello Python 然后呢有加了一些东西 加了加种 那里面比较重要的是怎么 加种后面串接一个东西的时候 那它相加之后的话 像这个这个是person 是求余数 那余数把它print出来 记得要把它转型 这个转型后面会再提到 那任何地方都需要转型 你如果要输出print一定是自串 但是你要加减乘除 一定要比如说你一个string 你可能要转成int 如果你有小数点的话 你可能要什么加一个flow 用那个辅典的方式要转成有小数点的嘛 所以这相关的细节的话 后面我们都会利用那个 这个专案来做练习 那一些细节 因为您今天拿到一本书嘛 这书里面 因为我想我们重点着重在试作 那理论部分 我想你们自己看应该看得懂啦 只是做不出 不一定做得出来而已 所以我们可以把重点focus在 教你怎么做 并且真的能够做出东西出来 因为很多人买了书之后回去看 看半天很花时间还做不出来 OK 那所以最重要的是教你怎么做 比较重要 那我们今天的话呢 大概会把一些重点跟归说明 在云端上面有一些 可能需要注意的像那个 我在我们的云端上面 有一些讲义的分享 里面的话呢 就是环境设置 我想在上礼拜讲过了 所以今天大概先run一下 基本的基本语法 跟那个所谓的那个结构控制 那结构控制最重要是 像那个逻辑啊 一副 比如一重 两重else 那如果还有多重的话 else 一直在做else 的那个多重判断 那这个叙述非常重要 如果你不熟的话 以后你要做一些判断 就会有问题 而且哦 那个判断你要特别是要 它那个打的方式哦 那个阶层很重要 那个tab键一定要加 以前你把它打在一起没关系 可是这里不行哦 你那个阶层 一个tab就是它下一阶 它这个阶层在Python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哦 如果你没注意的话 你程式run就会有错误哦 OK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有哪些重点哦 我想我们大概先用那个PoPoI 大概比较重要稍微说明一下哦 我想这个什么叫变数 你放在那个记忆体里面会变得一个一个memory的空间哦可以存放一些资料那这里面当然会有资料形态的问题可以是放字串放数字那有小数点就浮点那不过你要特别注意要转型的问题那Python蛮重视这部分的那其他像VBA比较我觉得VBA就比较不太注重这部分因为VBA会自动帮你转型你不转没关系 所以VBA比较不容易出错但是这个地方你没转就是不行所以这个程式特点不太一样那比如说我放了什么东西啊这个在你们书里面都有哦一些比如说放一个80因为它是一个数字整数所以放进去它就自动变INT那另外呢Python跟VBA有个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不需要经过宣告OK你不用宣告你就是给它一个名称比如说Scope你打一个Scope等于后面如果你放一个整数的话 它就变成一个整数的形态了如果你放一个Stream它就变成一个自串的形态像比如说你Fruits等于香蕉放进去它就变成一个自串OK所以它是第一次执行的时候呢它就会自动帮你就是对应的那个资料形态会自动帮你产生那大概命名规则你让它注意一下因为任何程式断写都会有一些命名规则第一个不能用数字哦你不能说一二三你用一二三代 你刚刚变成不行OK但是你应该怎么讲应该是开头是英文后面的数字是OK的但是你开头不能够用数字这个好像在其他的语言也有类似的像像说Java好像开发APP的时候也是一样你就是不能用数字开头一定要用英文字开头就OK了OK所以大概会有这些 所以第一个字不能是数字那另外的话呢不能有什么呢除了underline的以外符号所以你特别说underline可以但是其他不行所以underline其实是不管闲来一种语言我都很喜欢underline我一定不会用那个减的符号那个minus有没有因为那个minus太危险了常常出错错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就是不行用它就有一个固定的规则那其实我们当然就是要把那个规则熟悉啊 另外保留字里面有一些保留字当然也不能用其他的话大概 再来的话呢我们上礼拜有讲的一些啦最后把他们卡罗卧的把它写成这个我想比较简单 就是比如说加 乘有没有另外这个乘乘乘乘乘其实就是什么这个 三的乘乘实际上是三的平方 OK三的平方就这样的叙述OK 那其他的话呢还有除加点乘除我想这个各位可以自行在练习把它print了出去反正就把结果给练习出来 那再来的话呢他的比较常用的那个资料行别 主要当然就是string 那另外可能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如果你是string的话 这个地方用双一号也可以 但是你用单一号也可以 其实都可以就麻烦了 到底用哪一个像我的习惯当然你准备用双一号为什么 其他语言都用双一号嘛那你用单一号一下感觉 不同反正就统一啦所以当然两个都可以 但你不能说你一边用单一号一边用双一号 那当然不行一定要两边都一样 再来的话int整数 那float的话就是有小数点 OK 其他的话像list上礼拜有提到 list上外面一定是一个这个中瓜湖 然后里面你可以看你要放几个资料 那也就是说你可以连续的 这有点像 是什么一个 阵列吧 那如果你用israel来 比喻的话就是一个范围 连续的范围 那特别注意 那个以前在处理阵列的时候一定要同一种资料形态 比如说你可能要数字全部都数字 文字全部文字 但是list他有个特色 他可以放各式各样不同的形态都没关系 这点导致跟那个 israel还蛮像 israel的出唇歌 你随便放嘛 你到时候再转型就好了 有没有 大家一样的概念 他不以强调说你要 用什么样的 先预设什么样的形态 反正 他这个地方的话会有一个弹性 所以这个大概跟各位做说明 另外你可以用type type这个指令的话可以去查看 比如说你现在 把那个x等于1234这个放进来 他会返环告诉你说这里面是个list 会告诉你说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特别注意其实pi场里面常写错程式大部分都是 形态搞错 尤其是那个字串跟那个什么int这个转型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程式如果中文字的话我前面展过 加一行 再不然呢就是设定 设定我觉得一劳永逸 以前是刚刚开始都打 后来发现 每次都打太麻烦了 那打到最后是已经都背起来了 什么coding 冒号utf8这个很简单 但是每次都打还是麻烦 干脆呢你就把那个workspace里面呢 设定好 就一劳 以后就不用再管了 OK 那所以呢将来你们可以练习 也许 可以建一个什么建一个var 就是变数的一个 一个模组 然后在里面的话呢 撰写一些层次 那再来的话呢 转型 常见的就是float 后面呢 比如说你要转成float 就是有小数点 那就加一个float在前面 INT就是转成整数 String就是转成 那个自创 OK转型 我想应该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比如说x 等于123456 它是一个自创 那你把它type出来 它一定告诉你是一个string OK 那假如说呢你把它里面加一个INT 再type出来会变成什么样 这个我想你可以试试看 也许你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在这边列集一下 用type做一下练习 练习一下这个type 首先的话也许你可以再到你的python 打开的话 它会问你说你的workspace在哪里 对不对 所以记得我们上个礼拜的东西 都在放在c别里面 那比较重要的目录大概 浏览一下 我是建议这个一定要慢慢熟悉 第一个呢我们Eclipse的目录一定是放在这里的 那我有讲过为什么 因为我加个底线Eclipse 因为它是一个可熄的版本 所以其实你如果要把这个环境抠回去的话 你一样把它丢到c别或低别都OK 第二的话呢我们会有建一个什么 往下走 这边有个什么 Python的workspace 那我习惯呢 一样在前面加一个python底线workspace 那也就是上个礼拜我们 建立了一个test的专案 它就会自动帮我丢到 丢到这里面来 它的结构呢 一定是长这样子 你把它打开 它一定是一个test 你会发现其实在workspace里面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测试 将来如果你要删除的话 建议不要在这边删 你可以在这边把它按右键删除 它这个专案就被你删除掉了 所以刚刚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目录 当然你未来你可以把它备份的话 你也可以备份 到你随身碟 然后呢在你家里的或者你电脑公司的电脑 也可以把它再备份一下 这第一个开发环境 工作有没有 这是projectworkspace工作区 另外我们python3632在这里 所以未来 这三个也许你要备份的话 记得就把这三个call走就OK了 那另外的话呢 一样我们就是上 就是昨天的部分 那个上礼拜部分的话 我们就新建一个什么 这个是一个专案你就不用从 重建的 我们在test里面呢 记得在那个package的下方 new一个什么 new一个这个 一样是一个module 所以它结构一定是 专案 下面是一个package package里面就是一个module 那比如说我要测试什么 测试我刚刚那个 比如说我测试一个var 变数好了 假设这个 或者叫type 可以了 比如我要测试一下type 那这个type的 特别是键之后它empty好了 我们就空的 那把这边把它删掉 H各位可以试一下 就刚刚讲的 比如说我现在转型之后 如果我转型前 它type是什么 转型后 type是什么 H你可以问到后面 你可以用printer 把它printer出来就知道了 OK啦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所以第1个 一定要熟悉那个我们的开发环境 反正以后到最后一周 都是 一定会用到这个环境 所以这个一定要熟悉 第2个就是慢慢要熟悉那个建立专案的流程 专案package 然后以后写程式一定会是在module里面 这个概念跟VBA蛮像的 VBA里面要开发 一个新程式也是在module里面 开始转写程式 但是某些地方都还蛮相似的 所以我会把一些 可能一样的部分就不用讲了 不一样的地方我会帮各位点出来 那以后我是建议 如果一样的东西你也可以 试着VBA也可以试着写写看